那251呢 属米 这个属米呢 就是我们叫单属米 红色赤红色黄色的都有 玉树树一样的 胃肝温 这种是补中益气 所以五穀杂粮类的东西 在中医的过去的观念里面 我们称为食补 如果说我们食补 我常常在我们在治治疗 肠胃科方面的 或者内科方面都一样 我们一开始治的时候 现代的医生跟过去的中医 讲话就不一样 过去的中医当中也不知道 现在有了白面白饭 以前都吃燥米的 所以它没有这种问题 那我如果叫病人 把这个白米白面停掉 因为白面很多都是精炼过了以后 它有些放在漂白的东西 把那个面弄得很白 实际上都不好 那我就叫病人回去吃 这个燥米 燥米最多 那病人去煮燥米稀饭 他放点这个红番薯 让那个番薯稀饭 很消化 然后把那个白米白面 通通停掉 那这种东西下去的时候 里面千万很多 自然而会帮助排便 那现代人很多便秘 本来就排不出来 再吃的米又没有纤维在里面 白米嘛 白米实在是很香 实在是很香 很好吃 可是那个东西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因为改良过的东西 好